感谢关华山教授的分享 让我们对南岛与族 南岛民族的建筑特色 还有传统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也让我们看到 就是building 它不只是建筑 它是surrounding 它跟环绕的环境 是有密切的关联 接下来这位讲者 他要为我们介绍一个 非常特别的人物 大家可能如果关注 台湾的人类学发展 你可能会知道 例如说像是有 像鸟居龙杖 一人家举 深丑之助 或者是像是鹿野中雄 这些重量级的人类学者 针对了 就是在日治时代 来到台湾 针对了台湾的原住民族 做了许许多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这些是属于大家比较熟悉的 不过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在1925年的时候 有一位日本的建筑科的老师 他的名字叫 千千炎柱太郎 他来到台湾之后 先在台北任教 喜欢原住民文化跟山林的他 架子的时候 就往山里面去跑 最后他就经过了漫长的时间 他累积了相当多的 无论是测绘的手稿 或者是文字的记录 为我们来留下了台湾原住民族 早期传统民居 甚至于是更多的这些 我们可以看见的资料 那经过了台北科技大学 他们的建筑系的 像有一个数位典藏计划 那结合了当代的3D模型 所以让这些建筑物这些资料 能够在新时代 有进一步的保存跟延续 那新的科技 为我们台湾原住民族建筑 带来什么样的视野呢 接下来这一段 我们就要邀请到了 是台北科技大学的设计学院 黄志宏院长 那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一起来欢迎黄院长 千千岩是建筑教育家 共进行了17趟的 高山部落建筑测绘踏查 千千岩先生写道 黑白红三原色涂抹过的 岩横和门匪 以及出现在门外 男女少年柔和的圆脸 这个画面是促成 我甘愿花十多年的功夫 来研究台湾原住民住屋的动机 谢谢哲青 各位观众好 我是台北科技大学 设计学院黄志宏老师 今天非常高兴在此 为各位介绍千千岩祝太郎先生 及其在台湾原住民传统建筑踏查的成就 日之时期 多位学者们开始在台湾原住民领域 做现代学术的研究 其中特别具有成就者 有人类学家 医能家具 鸟居农场 深丑之柱 鹿野中雄等 这些先贤们 在研究内容涵盖各不足的 生活文化的记录 人口的调查 地理位置的确立 以及所做的踏查路径的实境的描述 但是在原住民建筑领域 比较少人熟悉知道的 首推是千千岩祝太郎先生 他于1925年 抵台任教于台北工业学校 今天的台北科技大学建筑科 一直到1947年战后返还日本为止 千千岩先生 在台湾22年之间 带领学生进行大规模的 台湾原住民住家测绘调查 留下非常多珍贵的手稿资料 战后并协助九族文化村 原住民建筑复员的工作 千千岩是建筑教育家 先后担任台北工业学校的教师 后来参与创立了台南高等工业学校 今天的成功大学建筑科 在这张照片里面中间的这一位黑黑的少年郎 就是名满台湾日本的郭茂林建筑师 他是台北工业学校1944年 招合19年班 就在千千岩老师的推介之下 远赴日本东京大学研究室进行深造 在战后他成为了超高层建筑之父 在日本的辖关大楼 以及台湾的超高层建筑 多所都是由他推动设计新建 千千岩老师 他是杰出的登山家 原住民建筑学者 他先后加入了台湾建筑会 台湾三月会 也曾经主编协会的多种刊物 在1935到1944年 在他的青壮岁月期间 进行了大量日治时期 高沙建筑踏查的工作 并且曾经在台湾建筑会 发表调查研究成果 1934年底 千千岩在登大午山 雾头山的时候有感 决定把他的登山兴趣 并投入全面的原住民族群的 建筑考察研究 在他群山的回忆这本著作里面 千千岩先生写道 看到那种湿过浅雕 并且黑白红三原色 涂抹过的眼痕和门匪 以及出现在门外 男女少年柔和的圆脸 我不禁睁开眼睛 驻足欣赏 坦白地说 这个画面是促成我甘愿 花十多年的功夫 来研究台湾原住民住屋的动机 千千岩在踏查手稿写真上面 记录了早期原住民的住屋形式 生活器物及建筑内部的使用情形 并且测绘原住民族住屋之 平、立、捧面的手绘图 在所有测统都标示了族群、地点、编号等讯息 并足以建构每一原住民族详细的图文目录 他在1960年以此为主题 由东京完善诸事会社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 台湾高砂族的著家 完善版为简化的版本 运行资料不到手稿的十分之一 完善版的平面 其实经过重新绘制、简化 测绘原图则详细筑、解说及标示尺寸 所以台北科技大学重新刊行测绘手稿全集出版 千金元先生1991年过世之后 经过家族会议的决定 把他所有在日志时期台湾所做的 踏查测绘手稿资料 全部送回台湾 捐赠台北科技大学 第一批史料在2006年底 运抵本校 尤其长公子 千金元利教授 转正校方 台北科技大学于2012年 出版了测绘手稿全集 台北科大在得到这一批珍贵的史料之后 进行后续的数位典藏与手稿全集出版的工作 珍贵的史料 积有测绘手稿627幅 照片1300多帧 大图束缚 跨越了114个竹舍 132座的住家的建筑 全部都列入我们的出版作业内容 千千元先生于1935年到44年期间 共进行了17趟的高山部落建筑测绘踏查 出版前 我们进行了由千千元的笔记整理 盘点出他的测绘的路径 将踏查的足迹套叠在1938年旧地图上 完成了踏查地图的复原 以下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些测绘手稿的内容 泰亚族的住家营建方式 以祖传的口耳相传作为购法传承的方式 且以当时当地容易取得的材料为主 例如在A1区和A2区的高海拔地区 住家材料以木构造为主 而A3和A4区 低海拔的住家则多使用竹造 泰亚族住家大部分位于三腰 入口多朝向地势较低之处 高海拔地区有树穴形的构造 也就是半地下屋 低海拔的住家则多为平地形 外墙藏有财心积木式的堆叠 以利防风以及防卫的作用 这是泰亚族沙拉茅部落的照片 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出 主屋的分布 通过穿越的道路 前面我们可以看到小米田 田边有设置古仓 斜坡上有菜园 远处的山坡上有果园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 从照片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 它的生活脉络跟轨迹 可以想象 铺种季的时候 入仓季的时候 整个部落天人和谐的环境伦理 通为泰亚族的赛德克家屋 它在平地市或是半地下屋 都是具有坚固的气食基础的台积 食材的用于屋内地面以下的四周墙壁 跟屋外的墙基 部分的食材如页岩 也用作屋顶的铺面材料 或铺设在建筑物的侧面 作为防护 美化以及阻挡雨水的渗入 赛德克族传统家屋内部的 橙色非常的简朴 屋内一般会有设置两个火塘 一个用于平日烧菜煮饭 另一个作为取暖用 地下屋的深度各家皆有不同 室内阴暗与户外光度的对比 有利于防卫入侵者 木构造街头在赛德克族 以藤来进行捆绑为主 千千元手稿资料 欠缺这个部分细部处理的叙述 因此特别需要 我们仰赖 其劳访谈 施工细部 本来就是原住民 非常具有族群特色 建造技术及建筑文化 的表现 在排湾族 住屋形式更为多样 依屋内与屋外 可以分为平地形 室内树穴形 以及前庭加室内 均属树穴形 不同的形式 排湾族屋设 建构的材料 住的部分 原则上采用木构造 埋入土内 墙壁采用石板堆叠 或以木板 竹造 茅草 屋顶形状则有 直线形双斜式 或是曲线形的 硅甲状 屋顶材料则多用石板 或茅草 编织而成 排湾族 封建社会组织 在空间表现上 以头目住家的屋顶 它除了建筑的 规模比较大 石基式的墙壁 龟甲形的屋顶覆盖 茅草 有华丽的浮雕 严横 屋内外 都有骨仓 前庭铺有石板 公共领域 有司令台 有石碑等 在东部的阿美族 为台湾岛内部 人口最多的族群 主要分布于 台湾东部一带 平地 阿美族的屋设方位 一般朝向东方居多 租屋内的水平高度 与户外几乎一致 租屋内部 一般会铺设 由藤或族所编织的地席 阿美族的住家平面 依南北地方的差异 而分为两种格局 分布于阿美族北方M1区 以周金色为例 主要为正面出入的单式格局 阿美族南部M2区 以马蓝色为例 则为侧面出入的 富士多房间的格局 分布于蓝宇的 亚美族住家 我们众所周知 它多背山 面海的斜坡地上 整体的建筑 可以分为 主屋 工作室 梁台 等 亚美族住家 主屋高度 一般低于地面 2到3公尺 因此我们从前庭 到室内 可以看出 它呈现树屑 也就是地下屋的方式 在地面上 我们只看得到 部分屋脊 露出来的外观 亚美族 主屋 屋顶 为铺设毛草 双斜式的构造 室内平面呈现 富士的格局 依据室内隔间 分为前室与后室 室内铺设 木板作为小铜的寝室 后室则为主人 或长辈旧寝之用 屋外有时也有 甘蓝式的骨仓 亚美族地下主屋 的房台对侧 有利于躲避 墙风吹袭 梁台的避暑 挑高的建筑形式 有利于躯避 太阳的辐射热 千千元 种整了测绘手稿 依据空间 跟构造的形式 将台湾的高山 原住民住家 分为18种类型 在多数原住民 传统住屋 多疑毁坏遗失 千千元 驻太郎 测绘手稿至今 更具有非常高的 历史价值 如果我们 与南岛民族其他 国家地区的建筑形式 来做比较 以骨仓为例 赛德克骨仓 与泛泰亚族 差异不大 台湾骨仓 则具有 挑高的 屋顶显著的 疏导 湿热空气的意图 隐含了 南台湾 气候的需求 平浦族的骨仓 我们没有见到 非常夸张的挑高 可是却更注重在 墙面的防护 似乎他的防护对象 不在天后及野兽 而反而是在盗贼 日本的岛屿骨仓 基本上有类似台湾 却有茅草污脊 补墙防护的措施 似乎以 领海风大 雨量集中有关 印尼的骨仓 特别巨大而高耸 巨大的仓容量 预示着 社会组织差异 所形成的财富集中 其间的种种 还带我们 继续地挖掘研究 我们常说 建筑是生活的容器 是文化的载体 经由传统建筑 与聚落 是理解原住民 生活文化 最关键的途径 谢谢各位 泰亚族的沙拉茅舍 它所营造出来 生活空间里面的 环境伦理 很可能是我们 最需要学习的内容 原住民的建筑 居住文化 它其实是一个宝 你怎么样去 拿这个作为 你的设计资产 这个是我们的建筑师 任务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事情